挑战未知的吸水之路跟着教练前进真的好刺激 很好玩很凉快 有点可怕沿西有点滑 但很有趣 很深 蛮刺激的 第一次体验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体验 第一次缩西感觉非常有趣 其实我不按水性其实蛮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应该是很安全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缩西活动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直接感受海洋的源头 一年一度的海洋暑期营队 在建的国中举办开日仪式 感谢所有的赞助单位 让营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今年主题海洋污染 透过室内室外 知识与实作的体验课程 让孩子从小亲海爱海 成为海洋环保达人 我们这一次的海洋营队的主题 是延续我们这一次 基隆市的小主播的主题 叫做海洋污染 那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的课程 全部都围绕着海洋污染 来进行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到基隆与登岛 并且在上面做浸滩 那还有河流是我们海洋的一个衍生 那我们也带同学们来进行一些 硕西的一些课程 除了户外探险 营队还设计了一系列 有趣的闯关游戏 教导孩子们水域安全的知识 如何在危险情况下自救引救人 还有透过船只重量调节的实验 引导孩子们思考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如果我要用多一点水 就把海水装进来 如果我要用少一点水 就把海水排出去 不是太棒了吗 基隆市护海中心呢 我们海洋教育的辅导团 还有环境教育辅导团 然后合作办理这场暑期营队 那这三天的营队 让我们的小朋友亲近海洋 可以更认识海洋 而且注意安全 那希望借由一个暑期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圆满的暑假 围棋三天的海洋营队 有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 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对海洋的热爱与责任感 从小培养海洋环保意识 让每位参与的孩子们 都有机会成为未来的海洋环保达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入府